一根的板包全给它拔掉 然后让那女的完了以后脱光了 脱光完以后就扭 完了以后绝着 这位个场面他们全都有 柬埔寨赌场成地狱之地 47名男子和11名女性 被八光衣服关在地下 脖子上戴着铁链 和狗同吃同住 柬埔寨地区算得上是诈骗高发的 在当地存在着成片的诈骗公司 他们大多处于同一个园区之内 每一个诈骗公司 至少都会养着伤百个的大手 他们也是这里的受害人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开始为诈骗公司进行工作 这些男人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打电话 去诈骗国内的同胞 或是将亲戚朋友骗到这里来 只要完成相关的业绩 就能够从这里被放出去 或是通过自己的本事 做到中层领导的位置 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再受到监视 由于这些人也做了很多违法的声音 所以他们也不敢报警 更不敢回过 到了最后 他们都成了诈骗公司的骨干人物 而在诈骗公司的地下一层 还存在着大量的华人奴隶 这些人大多都是被自己的亲戚朋友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欺骗而来 他们在当地被称为猪仔 而猪仔的倒卖 价格大概是在一万两万之间 如果是强有力的男性 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如果是三四十岁的男人 价格可以低至两千到三千元 贩卖人口在这里是完全合法的生意 哪一家诈骗公司需要人 中间商就会将自己手里的奴隶 卖给他们 他们只是收取中间的酬劳 在这之后发生的问题 就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的人在刚来到柬埔寨的时候 都抱着一丝希望 假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 可这却是一种极大的往下 因为诈骗集团的手段非常的阴毒 他们在将这些人关起来后 就会用折磨的方式告诉他们 逃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柬埔寨求进诸多华人奴隶 将其衣服全部扒光 女人被强迫作四情圣野 每一个诈骗集团的地下都拥有着无数的地牢和生物实验室 那些不太听话的男人会被全部关在地牢之中 用铁链锁住他们的脖子和搞日夜躺在一起 他们身上的衣服被全部脱光 根本就不可能藏有任何的东西 时间久了 这些人自然就像是小绵羊一样 听从诈骗公司人的安排 在最开始进行诈骗的时候 这些人有着业绩要求 而且还有打手拿着电棍在他们后面不停地转悠 如果这些人不听话有逃跑的想法 那么电棍很快就会打到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不切实际的妄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他们使用的感情诈骗 是把自己包装成美女帅哥 把内陆的人欺骗到这里 若是能够完成业绩 他们就可以升职 成为真正诈骗集团的核心人物 这些男人在来到柬埔寨 只是会被逼着做诈骗一类的工作 那些女人来到这里以后 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男人诈骗的素材 首先被骗过来的女人大多都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子 在这之后就会被脱光所有的衣服 诈骗集团会逼迫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羞辱的姿势 给摄影师进行拍摄 照片很快就变成了其他诈骗分子手中的工具 用来在社交平台里给自己维持一个极好的形象 这些女子有的被当成了模特 还有部分女子情况就比较悲惨了 她们不但会被当作私情交易的工具 而且还会被送到各种各样的高级酒店成为原教女 如果不愿意的话 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可怜 还有他们 她说她那个是用开水烫 以后是那两个手这么一摞 那整个手全皮都没有了 全是先生 她说只要她有一口气能回到老家 回去把他们家那人带她去那人 全家都给杀了 柬埔寨杀猪牌用感情诱骗男人上当 关押诸都劳力 将其器官全部摘走当血牛 在诈骗公司的楼上存在着大量的医学实验室 他们做的就是摘除器官这样的手术 虽然没有医疗资质 但是做这种手术确实得心应少 不需要注射麻药 将这些人绑在手术架上 补出半个小时就能够将他们的器官生生地摘除出来 而这些人大多都会流血过多而死亡 警方在来到柬埔寨某诈骗公司进行解救人质的时候 还曾经发现过这样可怕的一幕 那就是47名男人和11名女性被扒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囚禁在了地下室中 他们和狗关在一起 如果饿了就要和狗去抢粮食 有好几个人都被勾咬的遍体鳞上 而且这只是诈骗公司折磨他们的第一步 如果这些人在这之后不愿意去诈骗 那么他们就会被送到楼上去进行器官摘除手术 有些人还被当成了血牛一样豢养了起来 每一天都会从他的身上抽取几百毫升的血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会浑身浮中死在这里 而真实的柬埔寨却很少有人去相信 大部分的人都抱着一个虚幻的梦想 认为自己来到这里就可以成为所谓的富豪 当真是可笑之急 以上就是柬埔寨赌场杀猪盘的真实录像 47名男子和11名女性被八光衣服囚禁 脖子上拴着体链和狗冠在一起的内容 不知大家怎么看待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